在爱情的世界里 不论是守护还是放手 都是一个抉择 记得我们有冤 一级战区我们带来看 立维旋战进入白热化 尤其在台北大同士邻区的 周首逊和姚文志 这是交锋频频的超级战区了 两个人不止年龄相近 而且同样是两党的中生代 也都是媒体出身 擅长文宣 到底谁能够脱颖而出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蓝绿桌队厮杀的攻防战 倒是已经精彩开打 这个防止登革热贴在身上 国民党立委周首逊送防蚊贴 预防登革热防蚊子 更防蚊子 这些文宣的小礼物 我觉得也蛮受好评的 因为一方面都在30块以下 第二方面我想集丝了 集了一些巧思跟创意 竞选文宣玩文字创意 立委周首逊拼连任 不敢掉以轻心 文字咬一口 忍了10分钟就过去了 文字的威胁 可是活生生的席次保卫战 谢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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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等于是逼使着这群家长 在最短时间之内强灌这些孩童 谢谢啦 老师也来好不好 这条面把你吃饭了 周首逊出身媒体 曾任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熟悉镜头语言 杨文志被绿营长期培养为化妆师角色 擅长文宣 两人对决 精彩可骑 一举把士林大同 推向选举激战区 他过去的成绩都在高雄 所以我们当然觉得说 成绩应该很需要他 那这时候他到台北来 那当然是打着谢长廷的光环 他打着这个蔡英文的光环 周首逊把杨文志定位成 高雄来的不够在地 但民进党布局有机可循 大同区是谢长廷出身的 打铁街所在地 谢系实力雄厚 敌系大弟子姚文志 更是重点辅选对象 我从小就在士林生长 那么我的太太是大同区的人 那我怎么会是空降 以士林子弟大同女婿之姿 喊出台北next 结合蔡英文的台湾next口号 拉台选情 港都虽然在拔干锦上 不符合整治正确 但港都经验却成为姚文志的 重点资历 我的经验在于 我曾经不止爱河 高雄市的十年的改造 这个地方要么就是雪梨哥剧院 要么就是杜拜旅馆 我应该比他更有经验 更有胆识 对手喊出的 不管是爱河的经验 我觉得对台北市 不是百分之百的适用 蔡英文 高雄市 蔡英文 高雄市 姚文志催气势 周守逊固守基本盘 资历经验 互尬难分高下 就看谁能抓住选民想要的feu